看到这个选举的消息了 国民党立委补选台东县长邝立真和副议长饶庆龄 都被视为是热门的人选 两个人在10月31号的议会执行的时候 那么饶庆龄当面只问说 你会不会参选立委呢 当时邝立真还回答说 11月你就知道了 昨天是11月1号 一直到了现在呢 邝立真阵营还不愿意证实 倒是有台东县党部的党员确定看到了 昨天傍晚的时候呢 邝立真去登记了 那么是不是县长换立委这个条件说 也引人更加的遐想了